各位觀眾朋友帶你來關心 上週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遭到簡聯是搜索跟約談 不過經過這兩天的這個司法攻防之後呢 實際上在昨天晚間八點召開了積壓庭 在今天凌晨的時候呢 北院的部分是裁定柯文哲是無保寢微 另外前副市長彭聖生部分則是積壓禁見 不過這樣的結果出來也讓外界呢 對於金華承擔有更多想要問的問題 不過今天呢實際上是立法院開議報道的第一天 就在柯文哲被無保請回之後 目前在民眾黨看起來是士氣大震 稍早民眾黨的立委黃國昌 你針對這事情做出回應 麻煩等你來聽 檢方啊 台北地檢署 他們要提抗告 那個是他們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他們可以提抗告 但我覺得 過去 從柯文哲主席家 清晨遭到搜索 到柯文哲主席 今天清晨 布出台北地檢署 整整70個小時的時間 整整70個小時的時間 台北地檢署 更應該跟全體國人 以及台灣社會說明的事情 在這70個小時當中 發生了多少荒腔走板 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柯文哲經過了休息之後 目前看起來狀態都是還不錯的情況 不過就在昨天晚間八點召開了家庭的時候 實際上民眾黨在事前已經號召了 小草來到北檢前 來持續聲援柯文哲 不過當時昨天晚間的時候 民眾黨立委陳昭之 在上台來說話的時候 他就透露 他因為非常的生氣 還傳了訊息給總統賴清德 希望賴清德可以公平來對待柯文哲 不過這一番話傳出來之後 也被外界質疑 你是難不成要總統公然介入司法嗎 稍早陳昭之有最新的回應 馬上帶你來聽 賴總統跟我是長期的朋友 大家知道過去我是所謂非常堅定的 所謂的綠營的支持者 他與我認識的時間大概二三十年之久 他甚至曾經在我們宴當過住院儀師 所以這樣長期的情誼 包括我在社團的時候 長期的情誼 所以之前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有他的手機 那我只是覺得要求一個最基本的 好 請聽清楚 不是網開一面 不是特權 就只要最基本的公平跟人道 因為看到我們主席受到這個 幾十個小時的這個精神靈樂 我不捨 我們要求的就是最基本的四個字 公平跟人道 可以聽到陳昭之就強調 他和總統賴清德是認識多年的好朋友 他希望一切都可以公平為主 不過實際上呢 現在被民進黨的立委王廷宇就批評了 他說如果真的是好朋友的話呢 陳昭之應該知道基於國安的考量 總統電話早就已經換了 他也認為呢 要求總統公然介入司法這件事情 真的是太離譜了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 這麼新的一位 所以我們要在立法院最新的